《楊康》 楊康被失蹤,港府懶你白龍 胡佳慈文在 Twitter 上載了這條片 話說楊康探完一名殘障訪問之後 在北京豐台區路口準備搭的士 突然有最少八個車遺折 再有多過二十個人現身為偶他 其後將他押上警車 胡佳說他曾經打過去當地的派出所 但派出所就否認帶走了楊康 經過查證之後,才知道帶走楊康的 是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 他又指根據規定,公安局要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 會對楊康採取甚麼法律行動 包括會否行政拘留 但入境署只說,十分關注一名港人 在北京被毆帶走的報道 暫時沒有接到相關求助 正透過駐京辦了解 胡佳見到這個回應,露火中笑 說楊康是突然秘密被拘捕 怎樣向政府求助,根本不合邏輯 下午打完香港記者,晚上打楊康 這個即是無法無天 其實主經辦的權力大家都知道 他沒有甚麼實權 即是說,他只是斜著做 只是講官話 楊康的戰友,魯沙崩官,小學雞都不約 我收走你的電話,或者斬了你的手 再叫你第168求助,好嗎? 主經辦發言人說,已經向內地機關了解事件 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和跟進 楊康上的星期四,到樓下住所外聲援樓下 已經一度被公安扣留 到翌日凌晨才獲食 到星期五下午,再到樓下住所的時候 一班疑似國寶衝出來群偶記者 到晚上,他就被人間蒸發 帶走楊康的國寶,被稱為維穩特務 近十年迅速座大 因為中共維穩大於一切 主要針對政治人物和事件,打壓意見 不受法律監管,被指和黑社會無分別